襄阳城破后,黄蓉的下场有多屈辱,难怪金庸一笔带过 金庸的倚天屠龙记以真实的元朝末年作为蓝图 此时的中原早已落到了蒙古人的手中 平民百姓身淫于蒙古人的铁体之下 现身于水深火热之中 为了抵抗官吏残暴,勉励自保,更雪上加霜的事 江湖各门各派为了争夺倚天剑 屠龙刀无所不用其极,群雄二语我诈 绞尽脑汁,夹之成坤为非作歹,投靠了蒙古人 继而引发了震惊武林的六大门派围剿光明顶的重大事件 幸好主角张无忌横空出世 他出任了名教第34代教主之位 还接过了郭敬黄荣驱逐达鲁的战旗 率领群雄彻底粉碎了蒙古人的阴谋诡计 为朱元璋日后建立大明王朝,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尽管倚天屠龙记的故事精彩绝伦 但细心的读者还是会发现金庸在刻意回避一件事 即,襄阳城破之日,郭敬黄荣是如何战死的 在原文里,金庸对于郭敬黄荣的结局一笔带过 原文是这么写的 襄阳城破之日,郭大侠夫妇与郭公破鲁同时殉难 狐龙刀不知下落,郭祖师当时身在西川 待赶去想要相救父母亲人,却已为时不及 我们知道,金庸的射雕三部曲沿用了大量的历史事件 金庸借着蒙哥死在钓鱼城作为原型 杜传了杨过飞时击毙蒙哥的武侠故事 同样,在真实的历史框架下 襄阳城的确被忽必烈率领铁骑踏平 因此不管郭敬的武功有多高 五目一书读得有多熟练 他终究无法改变历史 金庸只能顺势而为 将郭敬黄荣打造成了一对悲剧人物 于是就有了魏国捐躯,战死沙场的结局 但武侠迷们还是很想知道郭敬黄荣是如何战死的 金庸也不该在倚天屠龙记里 跳过近百年的时间 让笔下的江湖世界直接进入到了元朝末年 金庸完全可以用武侠故事 来阐述襄杨阳城如何成破 可以是因为城内出现了倒戈相向的叛徒 比如武士兄弟耶律奇 这样一来 不但满足了读者们强烈的阅读欲望 还能将神雕侠侣和倚天屠龙记 衔接的更加完整 其实金庸之所以对郭敬黄荣之死一笔带过 极有可能是黄荣的结局极其屈辱 读过新修版以天屠龙记的读者会发现 在金庸的改动之下 以天剑屠龙刀里藏着的 不再是纸质版的五目遗书和九阴真经 只因在冶炼刀剑的时候温度极高 兵法秘笈早就在打造过程中化为了乌有 金庸本人也注意到了这一点 他在新修版的改动里将以天剑 屠龙刀里的兵法秘笈改为了铁片 铁片上刻了地图坐标 能让持有者跟着地图找到桃花岛的入口 继而寻的五目遗书和九阴真经 这样的改动恰到好处 但问题也跟着来了 原来以天屠龙计划 还需要一个人将兵法秘笈 放到桃花岛的指定坐标 谁才是最佳人选 以便完成这个关键的任务环节 是武修文 武敦炉 还是郭破鲁 郭福 亦或是远在千里之外寻找杨过的郭湘 答案非常简单明了 此人不仅武功要高 头脑还需要冷静 更要对桃花岛的布局了如指掌 这样一分析 最佳人选自然落到了黄荣的肩上 毕竟郭靖是襄阳城的顶梁柱 自始至终都必须待在襄阳城 看到这里你可能会问了 郭靖舍得让黄荣独自离去 或者黄荣忍心眼睁睁地 看着郭靖独自一人 在襄阳城浴血奋战吗 如果这样认为就大错特错了 郭靖当年为了保卫襄阳城 可以不去救郭湘 任由金伦法王在高台上叫嚣 同样 在郭靖的感染之下 黄荣也逐渐退去了 射雕时代妖女的形象 成为一位保家卫国的女侠 书中是这么写的 黄荣低声道 靖哥哥 襄阳城要紧 还是你我的亲爱要紧 是你身子要紧 还是我的身子要紧 郭靖放开了黄荣的手 说道 对 国事为重 可以遇见的是 黄荣最后告别了丈夫儿女 带着兵法密集远赴桃花岛 照着铁片上的坐标 黄荣将五目遗书和九阴真经 埋到了指定地点 但黄荣依旧只能待在岛上 以免有外人闯入桃花岛 从而破坏了以天屠龙计划 这样一来 黄荣不但要承受 行之隐单的孤独 还要独自忍受 襄阳城传来丈夫儿女 战死的噩耗 其中的忍辱负重 必是常人难以忍受的 或许是出于这一原因 锦庸才对郭靖黄荣的结局 一笔带过